乔治亚州公立高中毕业率近年来不断上升 州教育厅日前表示 有84.4%的12年级学生将会在春季毕业 这比去年的84.1%略为上升 也是自乔州开始使用要求学生4年内毕业 并获得普通高中文凭的计算方式以来的新高 近年来要在乔州高中毕业变得更加容易 该州于2020年取消四项期末号 州教育委员会于7月投票决定 允许各学区将代数美国文学与作文 生物学和美国历史等课程占总成绩比率调降至10% 先前的比率为20% 在乔州94%的亚裔和太平洋岛民高中学生按时毕业 白人学生按时毕业比率为87.1% 非裔为83.7% 多种族学生为82.5% 西裔77.6% 卡尔霍恩市学校 斯泰茨伯勒Steam学院和 维博斯特郡学校系统的毕业率更高达100% irbihике irbihike irbih sarc 许eron